应当相信群众 我们应当相信党 我还剩下这几个鸡蛋 这鸡蛋都是熊安那书记的 我的粉丝都学习我相信群众 相信党 他们互相深入 我对熊安的了解都不如山海关的了解 山海关就跟我讲 骑枪派那怎么着 我是平常不招待人的 我一穷人 我也没有招待的习惯 他在北京招待骑枪派 骑枪派在骑枪派他们熊安招待山海京 他们之间互相了解 了解 我说我不听 我不听 我不听 谁跟我说对方 我都马上给掐断 为什么呢 弄不好就内战 弄不好就内战 昨天我一粉丝问 说唐老师 你脖子上系的这围巾 你这围巾是不是穆巴拉克给你的 不是穆巴拉克 我今天回答是阿拉法特给我的 怎么是阿拉法特给我的呢 这个是加沙的 阿拉伯国家 比如埃及 比如北非的马格里布非洲 那些伯伯尔人那些人 他们都有围巾在沙漠 不同地方的围巾的颜色图案是不一样的 我平常不爱系这个黑白的 为什么呢 这是巴勒斯坦的 巴勒斯坦在22个阿拉伯国家 普遍被认为是恐怖分子 原来我在埃及的时候我喜欢看花剧 就看过一个阿拉伯的花剧 那花剧呢 我不是 我也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呢 我知道那意思 这22个阿拉伯国家 就古代的阿拉伯帝国哈里发以后 就分裂成22个阿拉伯国家 他们都说阿拉伯语 他们都信伊斯兰教 但有不同的派别 最大的派别是两个 一个是逊尼派 就是穆罕默德不在了之后 准备选举 通过选举 谁牛逼 谁当头 还有一个就是什叶派 什叶派主要在伊朗那边 说不行 必须圣医的后代 必须阿里 阿里不用选 是吧 他是圣医的后代 阿里还有两个儿子 一个呢 叫哈桑 一个叫侯赛因 这就咱们今天不说阿拉伯史 说到侯赛因又说 古代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就是半截略民族 你看全有枪 走哪顺哪 是吧 还有是 既不是农耕文明 也不是游乐文明 就戈萨克文明 就是红军文明 红军不是我们的红军 苏联红军 是吧 你看部队有三个星 白星的是美军 黄星的是日本 红星 闪闪的红星 就是苏联红军 苏联红军就是戈萨克 戈萨克是谁呢 就是布琼尼 我那帽子呢 我那帽子呢 保尔咔嚓金的帽子 我那保尔咔嚓金的帽子 保尔咔嚓金就是戈萨克 就是受杀强烈的 我那帽子呢 我这东西啊太乱了 我那帽子 因为我这节目呢 是一镜到底 这帽子啊 这儿呢 这个保尔咔嚓金 保尔咔嚓金炮 开始小屁孩儿 后来当着红军了 炮东尼亚的时候 女公民你也拒绝劳动吗 就戴着这个保尔咔嚓金的帽子 她也不是苏联人 是苏联人 现在不叫苏联了 她是乌克兰人 乌克兰人 而且她好像是犹太人吧 乌克兰好多人是犹太人 所以你看现在以色列支持乌克兰嘛 我今天不说这个 我一下又说走了 不能说这个 我刚才怎么到了这儿了 红军 红星 闪闪的红星 白星 黄星 日本 嘿 这脑子就又乱了 在这世界上哈 对 不同地方是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图案 就跟这围巾似的 我前两天围的那红的 我给洗了 洗了在院子里呢 我就不展示了 那红的是哈桑 侯赛阴家族的 侯赛阴家族是圣义 圣义就是什么 穆罕默德的后代 穆罕默德的后代 穆罕默德后代 他们呢 后来就是把那个麦迪加 麦迪纳就捉成圣城了 他们是圣地的保护者 圣地保护者是怎么来的呢 有牧民族十年久灾 一有灾他们就迁徙 这草吃完了就还地 你看那个古代埃及 圣经古兰经里边都讲 叫七年那个肥年 七年个 七年个寿年 就是七年水草好 七年不好 所以不好了 他们就流亡 流亡到埃及 找法老借粮食 是伊布拉辛吧 还是谁 就是伊布拉辛 伊布拉辛的阿拉伯 伊斯兰教叫亚伯拉罕 西洋教就是基督教 叫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林肯不叫亚伯拉罕吗 阿伯拉罕林肯 那个那个阿拉伯 这人们呢 叫伊布拉辛 伊布拉辛跟亚伯拉罕 是一个人 他就去了 去那带着媳妇去 他媳妇特漂亮 妖精特漂亮 法老看上了 法老看上了 说借我日 他也不敢说不上日 他跑那人那儿 弄粮食的 啊 皇军不抢粮食 跑人那儿弄粮食的 哎 他就说 没事您日吧 这不是我媳妇 是我妹妹 妹妹给人日了 亲上加亲呢 你还是法老王的 大舅子呢 你想想 道德多多多落 在没有食品的时候 就这样 我们古代鲁迅 就老说 我们是人相识 吃人 你看那个鲁迅 狂人日记 现在也不让学了 狂人日记里边 就说吃人 吃人还简单 这个好家伙 是卖人 还不如卖人呢 操话叫卖逼 把自己的媳妇 献给法老 让人家日 冒充自己的妹妹 不是就为了活下来吗 所以一看中华文明 就是我们说四大文明古国 外国人不说这么回事 我们高考说的那四大文明古国 你看这埃及这文明 比我们差多了 是吧 把自己的媳妇 献给法老 让法老日 怕法老发觉了 还跟法老说 这是我妹妹 这什么事啊 这都是写入 写入历史了 我得看 我得说什么 我这电脑怎么又关上了 刚才那个 我就是讲的是 那个红的那个头巾 就是侯赛因家族的 侯赛因现在在约旦 约旦以前那块地 都是巴勒斯坦的 叫外约旦 后来是不有个 阿拉伯的劳伦斯吗 阿拉伯劳伦斯 帮着这阿拉伯人起义 把那个 汉制和内制 这国的东西 现在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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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啊 我们还有翻译叫黑甲兹 啊 那几个国 现在就是撒布地阿拉伯那边 那个那个那个 那那那那那那块地儿啊 那人叫阿里 阿里被 土耳其就奥斯曼帝国劫持了 有四个儿子 阿拉伯的劳伦斯说 你造反 一次大战 你造反 推崩土耳其奥斯曼之后 你四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继承你这个 继承你这汉制国啊 这第一个啊 圣地的保护者 二儿子当叙利亚国王 三儿子啊 当约旦国王 四儿子当伊拉克国王 结果战争打胜了 开维也那个 不是维也纳 维也纳是 维斯特法利亚三十年宗教战争 18 1648 1648年 三十年宗教战争 这是一次大战 一次大战完了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开会的时候 英国人不算数了 哎 说这阿拉伯人没文化 太那么乱 把电厂给烧了 把医院给砸了 不是现代文明 得把这块最好的一挑出来 就是把叙利亚 哎 给法国 跨出一块地儿来 这块地儿是解放之地 叫利本 就是黎巴嫩 现在的黎巴嫩 所以黎巴嫩说法语 说法语 你看那几次中东战争 第一次中东战争 1948年 第二次中战争 运河战争 1956年 第三次中战争 1967年 1967年战争 哎 对我说阿拉伯特 怎么说那儿去了 我看还是说说阿拉伯特 阿拉伯特原来啊 武装斗争 枪杆的立门出政权 不戴这围巾 这围巾 张月管 这叫激透帽子 说这是激透帽子 阿拉伯特原来也这样 枪杆的立门出政权 你看这个 是吧 阿拉伯特这样 后来呢 使他一点这国土 越打越少越打越少 给打没了 开始22个阿拉伯国家 都支持他 后来越来支持的越少 他这地就打越打越少 越打越少 他就发现 他唯一能够胜利的 就是他是全中东 不仅全中东 是全世界 全世界上电视最高 曝光率最高的 每天我们看电视 如果看不见阿拉伯特 就没的可看了 而全世界先进的相机 加能尼康 他们聚焦 你记得我们今天单反不值钱 倒退30年 一说单反相机 都是列相聚焦 中心 是吧 叫平均测光 偏中心重点测光 中心列相聚焦 是一条横线 如果你要没聚焦 清了 这条线就是斜的 所以最早的对焦 都是在直线上 而阿拉伯特戴的是这个围巾 这个围巾 特别是巴勒斯坦的人才戴的呢 更确切的说是加叉的人戴的 这是加叉城里人戴的 我说那红的是游牧的什么什么的 这是加叉城里的 阿拉伯特戴这头巾是由于他没有国土 他又看整天电视都对着了 他就自称我是没有国土 而把国土顶在头上的人 你看阿拉伯特最早军事建国的时候这样 后来就布了 这是我拍的 这阿拉伯特 你看就我这头巾吧 这头巾实际是两块头巾 一块是围在头上 是巴勒斯坦的地图 底下这一块是约旦河西岸 所以这两块头巾拼在一起 他往这一弄 就整个把巴勒斯坦 他脑子中的巴勒斯坦的地图 整个版图都顶在他头上了 这种照片说是你拍的吗 太是我拍的了 你看他身上这腰带 这腰带是伊拉克的腰带 这腰带我有一根 在这儿呢 我是一直拿他当腰包 这是海湾战争的时候 萨达姆 这不是萨达姆给我的 萨达姆下面有一个叫拉玛丹的 拉玛丹就是摘月那个字 拉玛丹给我的 你看 这有字 伊拉克共和国卫队 这是共和国卫队的腰带 我平常采访 我这腰包就往腰上搁 是吧 如果在伊拉克 人家一看 你怎么有这个 我马上掏出一张照片 你们领袖给我的 所以我在伊拉克就平堂了 是吧 哪个外国记者有这个东西啊 那时候中国跟伊拉克友好 友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是1958年 1958年伊拉克革命了 刚才我不说四个人吗 其中一个就是费萨尔 费萨尔就是伊拉克的国王 伊拉克萨达姆他们闹革命 把费萨尔给杀了 费萨尔一杀 美国海中战战战队就在贝鲁特登陆 贝鲁特一登陆 伟大领袖要支援世界革命 说我打不着美帝 我还打不着美帝的走狗吗 所以1958年8月23号 赫鲁晓夫前脚走 伟大领袖下令炮击金门 因为金门是蒋匪帮 所以第一轮抛过去 就把吉兴文给炸死了 吉兴文是卢沟桥事变 29军那个师我忘了 的团的团长 上校团长吉兴文 把吉兴文就给炸死了 我怎么又说到这呢 穆巴拉克的总统府 我是常进 在世界上的通讯社 美联社 路透社 法新社 还有其他一些重大的报纸 什么泰晤士报啊 还有好多图片社 比如伽玛 伽玛是法国的图片社 Sigma 都在法国 然后这些图片社 驻埃及的摄影记者 每人有一小牌 叫总统府摄影师 这总统府摄影师 这牌啊 了不得 新华社驻中东的记者 每个人都有个记者证 但是有总统府记者证呢 没有 总统府这记者证了不得 是吧 平常都 你能跟着总统的车 总统的威队到处招摇 啊 所以那个中国人去 埃及玩 得买票啊 只要看见我这个证 我车上的人都不用买票 我带过邓南 邓小平他们家邓南 啊 做那大吉普 北京市长张百发 呃 钱 钱伟长 还有谁 反正就是中国 到埃及访问的大官 北大校长罗浩才啊 呃 到埃及 人民日报社长 邵华泽 都坐过我的吉普车 嗯 我脖子上有一个总统 总统巴拉克摄影师 但我这头围巾不是阿拉 不是穆巴拉克给我的 这叫穆巴拉克 我跟穆巴拉克 跟阿拉法特 就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近的距离 嗯 我这大嘴 又刀逼刀 刀逼刀 那又只有我一中国人 所以我都跟他们很熟 都叫他们小名 是吧 比如穆巴拉克 我不管他叫穆巴拉克 他叫猴斯尼 他叫猴斯尼 穆巴拉克 猴斯尼穆巴拉克的媳妇叫索菲 索菲是美国大学毕业 那个小时 小时的儿子也是美国 美国大学啊 就中国驻埃及的文化参赞 我们中国驻埃及文化参赞 前一段是中国驻以色列的文化参赞 这两天快退休了 给发配墨西哥去了 现在认识中国驻墨西哥的文化参赞 小时的儿子啊 在中东有两个国家 有美国直接办的大学 就跟我们这的清华 燕京协和一样 一个是叫贝鲁特美国大学 一个是开罗美国大学 那些名媛就都跟王光美似的啊 都得是俯仁的燕京啊 这都是毕业的 不然的话 你怎么能跟给党和国家领导人 当媳妇呢 你没那修养是吧 你北大分校 根本你就没机会认识到 伟大领袖 摩拉克的媳妇索菲 是开罗美国大学毕业的 你看我跟他们系同样的腰带 围同样的头巾 这是穆巴拉克 我这围巾不是穆巴拉克送的 是阿拉法特亲自送的 这也不算什么东西 他们家那是多的事 你说现在这算珍贵 这文物了 没出找去了 但是这都是我拍的 我距阿拉法特就这距离 你看你说多近 你说有多近 就这距离 我说一本砖 这连一本砖都没有 一个嘴巴的距离 是吧 你看我拍的这个 他身上这麻子 这都是我拍的他 那时候胶卷了 胶卷都坏了 这都滑了 我跟他就这么近 每次记者招都还都跟我打招呼 老牙来了 我说您好 阿拉法特不叫阿拉法特 叫牙歇尔 阿歇尔 我又断牙歇尔都不说 都说阿拉伯语 Salamualaikum Salamualaikum 走的时候 Maslam 我们都说阿语 以色列呢就特坏 也不叫特坏 你不整天把这个国旗顶头上吗 所以最后这个把这个建国的巴勒斯坦 把这个阿拉法特给困在约旦河西岸 困在约旦河西岸 就让你摘下这个来 不然这不让你露面 所以这个阿拉法特最后露面是这形象 你看老头帽子 背后是他那大保镖 这大保镖 我是我哥们 是我哥们 阿拉法特有儿子 有儿子 干儿子叫萨法里尼 有时候叫萨法日尼 有时候叫萨法里尼 原来是游击队 我们解放军 那个那时候我们支援世界革命 昌庭 解放军 军事学院 那个分校毕业的 后来中东和平了 又来中国留学 北大国际政治系 是我师哥 我们系的博士 叫萨法里尼 娶的媳妇是老挝 共产党 中央委员的女儿 前一段生活在中国 现在也不是宜宾宜哪去了 在中国生了四个孩子 叫萨法里尼 他是阿拉法特的干儿子 原来是阿拉法特的大保镖 后来是驻中国大使 他博士论文的那个内容是 民族解放运动 导师是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系主任 赵宝旭 赵宝旭也是我的教授 这个 这个 哎 你看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就是1967年以后 戴这围巾了 以前跟卡扎菲 这是卡扎菲 阿拉法特以前也穿军帽 戎装 后来就是国土没有 他不像卡扎菲 什么都有 快过 卡扎菲也是我哥们 叫亚亿 亚亿 他们都爱叫哥们 亚亿 卡扎菲派过一专机来接我 不仅接我 还有那个中国驻利比亚的大使 叫王侯利 王侯利是外交部调法司司长 调法司是就是调规法规司司长 就是什么条约规定啊 等于最基本的 就等于宪法 就是最基础的那个的司的司长 快退休了 快退休了就给他一个肥缺 就到利比亚当大使 王侯利呢 是我哥们 也是我邻居 由我们家出门坐11路车 坐到西志门 西志门桥的东南角 就消防局 消防局 北京是消防局那后边 他就住那 他媳妇是中联部的 他儿子 他儿子是个画家 叫王小利 王侯利已经不在了 我最早认识 那个塔利班 就在王大使他们家 就在王大使他们家 还有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 在王大使他们家 现在这几年我生病 我就不怎么另外闹疫情 还有就是到处抓间谍 我就跟那些关系少了 我的朋友 都是各国大使 说你吹丢逼 吹丢逼 不是现在这是美国大使 现在咱们那个 我都是遵守外事距离 跟美国使馆 没有丝毫联系 回国了那老头 那老大使 走之前 走之前 我还请我吃过烤肉呢 在美国使馆里边 美国使馆院里边 我是 我当时我说我带谁去啊 我对 我通知我徒弟 杀和尚 我说带你上美国吃烤肉去 我又怕连累他 我得找人去啊 人让去这种活动 不能单独去 我当时我也观寡孤独的 实在没得找了 我嫌弃我前妻来了 我说你帮我去一下 给我照张相啊 美国大使 美国大使请我烤肉 我看那是哪年呢 那不算是23年不是 那肯定是疫情之前呢 我得这么吵 美国 能出来吗 这儿呢 美国大使 就是那个我们的领袖 我们伟大领袖 留学的时候 是留学的时候吧 呃 还是访问的时候 那大使 那哥们 是吧 美国大使 美国大使夫人 这是我 这是我前妻给我照的像 这是我的著作 这是我的著作 哎 我朋友全是大使 这都超级个大国大使 我就 昨天我跟老邓去法国 法国大使我这也有 哎 像我那是排队 啊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这是后来的大使 那个大使之后的一人大使 是吧 哎 我这还贴这条 中美建交四十年的时候 建的学校车 对 我这苹果手机 就是这个 二 1979至一 2019 我这个 我这手机 这个 这个壳 不是 就这个 手的这个玩意儿 就是那次 那次这个 这美国这大使给我的 还是 我还在这碰见 郑元杰 郑元杰 作家 儿童作家 郑元杰 说别拍我 别拍我 戴一口罩 那会儿就戴一口罩 他只可能 作家敏感 就知道要闹 要闹疫情了 嗯 美国那个文化参赞 新闻处长吧 就是北大的 北大的这孩子 就这孩子 说北大 说北大 我失利 这是我北大的失利 所有外国的那些大使 文化参赞 全是北大毕业的 全是北大毕业的 嗯 我接着说 那个 那个 啊 阿拉法特 海湾战争的时候 我第一 对 海湾战争 我第一次见阿拉法特 海湾战争的时候 阿拉法特 萨达姆 萨达姆 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 是公开支持萨达姆的 这是巴拉克 巴拉克是以色列总长 中将 一九六一一九不是一九六一一九九二年的六月二十二就是苏联呃苏德战争爆发的那天我早上从新华社驻开罗的分社一个人开辆丰田LC80啊往东一百零三公里到苏伊士云苏伊士城 经过陶菲克港 沿苏林河往北开 呃 开大概是八十公里 叫伊斯梅利亚 伊斯梅利亚也有翻译成伊斯玛利亚 原来有个电影叫冰山上的莱克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我党的一个英雄 后来牺牲了叫杨派长 杨派长出去派了一个 派了一个特务 不叫特务 派了一个情报人员 叫卡 卡拉吧 他有一个热娃父亲 说琴弦断不了 除非我发声不幸 啊 亲爱的战友 我再不能听到你唱歌 听到你 小声 那个 那个 古兰丹幕 陪着古兰丹幕那老头 那老头呢 也是个特务 也是个 也是个代理人 也是个agent 然后杨派长跟那个老特务 俩人斗法 拿那火炬 朝天上 举三下 那马队又跑了 摇三下 那马队又回来了 啊 那老头 那老特务就说 伊斯玛利亚的子孙 就是这个 嗯 伊斯玛利亚 埃及 苏日运河 从南到北 最美丽 最重要的城市 就叫伊斯玛利亚 就是伊斯玛利亚 在苏日运河的中段 是最美丽的一个城 你看那个中东战争 说沙龙 沙龙 沙龙也是我哥们 啊 沙龙 一会儿我再说沙龙 沙龙海湾战争 我认识了 也是 以后沙龙来北京 沙龙来北京 沙龙打那个 沙龙的坦克 越过苏日运河 大苦湖 小苦湖 就是在伊斯玛利亚的一带 嗯 我是研究战争史的 我都到现场考察 我考察那天 还碰见西点军校俩人 呃 现在过去有三十年了 这俩人我估计 也得是少将了 啊 我这有跟那俩人的合影 我就不找了 呃 不知道 啊 啊 太平洋和平 啊 中美有益 千万别打仗 我是反对打仗的 没打过仗的人 都那整天下笔脚 真正打过仗的人 是酷爱和平的 所以你看我造这个酒啊 酒 注册商标啊 都叫和平洋 六年的和平洋 八年的和平洋 嗯 你看上面有字 尊义老号 百天顺 中国贵州茅台镇 真正的茅台 茅台镇 有茅台酒的厂 除了飞天 一共三千多家 现在我当整顿 整顿到八百八十七家 嗯 我这个都是真正酿造的 嗯 据我采访的经验 二百块钱以下 酿之不起 就是拿高粮酿 只能勾兑 嗯 只能勾兑 啊 当然有人说我这怎么着呢 我不知道 你到茅台镇 二百块钱 不 啊 酿造的 不可能 嗯 这是阿拉法的跟巴拉克合影 巴拉克呢 是工党这边的人 嗯 他原来是特种部队司令 他个长得小 所以出去搞恐怖活动啊 什么化妆 他都化妆成一女的 化妆成一女的 但他是特种部队司令 军衔 军衔是 军衔是中将 我一会儿有跟他合影 然后这天呢 我从塞德港附近 叫泡特塞德 苏绿运河最南边是一个港 叫陶菲克 陶菲克港 最北边一港 叫泡特塞伊的塞伊德港 我们课本翻译塞德港 在这附近呢 没有桥 只有百度 嗯 我把我的大吉普开上百度 渡过苏绿运河 沿着北西奈 北西奈叫阳光之省 太阳特别 挨着地中海啊 左边就是地中海 我迎着太阳 一路向东 那时候我就想 镶嵌镶嵌镶嵌 啊 然后 然后呢 呃 北西奈的首都叫 首府 叫首都叫阿里什 阿里什 沙龙老说 给我一个诗 一会儿我就拿下阿里什 嗯 所以沙龙是当初 把这一块地打下来的 以后中东和平 北京的时候 沙龙坚决主张 把这块地土地换和平 还给埃及 人家就说 那埃及站那里土地怎么样 沙龙说 给我一个装甲诗 是吧 我一天就拿回来 就跟我似的 如果我什么时候做新闻 我只要到了我那地儿 一天我就拿回来 嗯 然后这个 再往东啊 由阿里什 我在阿里什住了一夜啊 那是个小旅馆 嗯 我在阿里什再往东六十公里 就是拉法 就这两天啊 闹各种事 美国有一空军 现一空军 点火把自己烧了啊 那他都是到过拉法的 那他都是到过拉法的 由拉法 呃 进去就是加沙 由加沙往北 就是阿什克隆 由阿什克隆 就到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是各国使馆 住以色列的所在地 呃 但是自从川普之后 美国带头 已经把使馆 给迁到耶路撒冷去了 啊 而且以色列宪法 是耶路撒冷永久的 不可封割的首都 其实按照以前 联合国的协议 巴勒斯坦的 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 是阿拉伯的 现在这中东的这事 我已经离开好多年了 是吧 虽然以色列我去过五次 最后一次去是马腾将军 就是以色列 另外的一个特种兵司令 是副部级呢 原来驻中国大使 啊 他花钱 邀请我去最后一次以色列 那是2011年的事 也13年 13年前了 我还把那个老邓 带着他去见过马腾 嗯 见过马腾 这是 为什么我说他呢 我那天开车就进入边界 然后我一下就上了 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 耶路撒冷邮报 国土报 约旦时报 头版全是 说新闻这个东西哈 没有正确不正确 都是模糊 越来越接近真理 就说有人从加沙 拉法闯入以色列 然后过一会儿 电船呢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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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发报似的 电船机 啊 闯入的人是个中国人 嗯 是个中国记者 是中国新华社的记者 30 32岁 嗯 驾丰田商务车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丰田巡洋舰叫丰田商务车 丰田商务车 被抓住了 然后当时新华社驻耶路撒冷分社的社长叫李红奇 李红奇后来是新华社国际部主任 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 啊 李红奇的媳妇特喜欢我 李红奇的媳妇就哭了 这又说唐老牙肯定死了 这以色列人没事就开枪 开枪就都是各个命中 啊 后来我才知道是很危险 巴拉克跟我说 说当时我们追你 追你的是眼镜蛇直升机 眼镜蛇直升机上面带着陶氏导弹 陶氏导弹 我们翻译叫陶氏 陶瓷那陶啊 呃 是英文三个字 TOW 台湾把这个叫托氏导弹 拖拉机那拖 嗯 拖式导弹 什么意思呢 T是TUBE TUBE是管 嗯 管式发射 这导弹是装在一个管里的 啊 管子 不是我一说管就觉得细了 第二个O啊 TO的O是Optic Optic是光学 嗯 就是光学瞄准 这导弹发出去了 这发射的人 这老得这么瞄着 瞄着 所以管式发射瞄准 导弹背后脱了一根线 啊 线不是V 啊 啊 W I R E吧 V啊 啊 所以这叫管光线导弹 啊 呃 英文叫TOW 我们翻译叫陶氏导弹 台湾翻译叫托氏导弹 主要是达坦克的 我那吉普说一辆陆地巡航舰 开的飞快 后边他那军用吉普 追不上我这 我我这六缸 是吧 六缸4.0 啊 他们就想打我 打我 这倒没危险啊 嗯 我的同事 恨我的 马上就说 我严重的破坏外事纪律 双开的 嗯 我就知道回去那帮孙子就得开我 我就去找了巴拉克 嗯 巴拉克就给我写了一纸条 because soldier's mistakes 说是士兵的错误 不赖我 那次才没给我双开城 嗯 这巴拉克 巴拉克跟阿拉法特握手 嗯 沙龙跟阿拉法特 这多难 是吧 这多难得啊 沙龙是战神 嗯 沙龙 沙龙跟中国也友好 见过一个中椅示范农场 在通县 在通县 叫永乐殿农场 昨天一孙子质问我 说你干嘛 书架上搁以色列国旗啊 以色列让我当作祭奠的 这是当作纪念的 给我这么一国旗 哎呦 现在都说抓间谍 别这国旗这里边有没有窃听器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觉得挺好看 是吧 哎 我就把这摆这了 我啊 然后说你干嘛 强上搁以色列国旗 你要你们家那国旗 你给我一个 我也搁这 你不是咱俩不是不认识吗 啊 这不是纪念品吗 你怎么现在好多人都挑事啊 嗯 这是沙龙跟阿拉法特 嗯 这是摩阿拉克 沙龙 这都是我拍的照片 啊 卡扎菲跟阿拉法特 周恩来 人民的总统跟阿拉法特 啊 人民的总理 小平东 跟阿拉法特 你 嗯 杨善坤同志跟阿拉法特 李鹏总理 啊 八分间的 那个 哎 阿拉法特 你说那时候 那时候阿拉法特还戴一大俄罗斯帽子呢 他知道李鹏是俄罗斯留学的 苏联留学的 也戴一个萨克大狗 狗胸皮帽 嗯 那个 呃 呃 呃 总说 西 呃 这个 那个 呃 老江 跟阿拉法特 嗯 萨达姆跟阿拉法特 啊 阿拉法特 沙龙 这些不稀奇 因为我是一照相子 是吧 照相子就是谁官大照谁 我那时候我在摄影部 我的那个 我出国之前 我那组叫中央组 什么是中央组 就是中央领导人 所以那天我说 不是 那时候是八十年代末 一次我也不知道拍什么去 然后有关部门说 你把你今天你拍的那些底片 呃 我们分享一下 我说我没拍 他说你不会没拍吧 就那帮人就不相信我 我说我是中央组记者 不是政治局常委 我都不拍 我机器都不掏出来 嗯 哎 这也对 这毛新宇 你看当年 这张照片也是我拍的 我就没打水印 我就嘚瑟 嘿 以后老有人拿我拍的这照片 瞎编说明 瞎编说明 嗯 我就 这些我就 我就不漏了 是吧 我这这种就太多了 这是卡扎菲 卡扎菲配专机 接我那回 这是卡扎菲 是吧 这是少华泽 少华泽不算 这都我在那打仗 这是沙米尔 以色列总理 我书上有 呃 佩雷斯 以色列总统 拉宾 阿拉法德 是吧 就是这头巾 就是这头巾 现在在我这 这头巾 嗯 这头巾是两块 两块 莫 不出罗斯 不出罗加利 巴拉克嘛 就我说的 新华社要开我 他替我说情 啊 中将 说以后你来 以色列找我 做什么签证啊 说别闯什么边界啊 啊 以色列总长巴拉克 别这范德拉 是吧 所以我认识的都是领导人 那时候我去 我都好多一说到门口拍队 做签证去 我就生气啊 我就生气 那时候我去做约旦签证 都是伊拉克大使 跟约旦签证说 说哥们 我一哥们明天来就做签证 我到门口 一人那汽车 滴滴啊 约旦大使馆就把门打开了 我车就开进去了 是吧 警察 武警一看 嘿 里边开门 外边一滴滴就放进去了 门口武警啊 便衣啊 警察都不管 我这有好多我的车 我在车 甭说伊拉克 中东那些国家了 印度是管 我的车都能开进去 嗯 因为我开车 后来去过印度嘛 我那个叫唐僧取经 我看我这 我就给你们找两张照片 给你看看 不说了 又吹牛逼过去的事了 没劲 嗯 就说这投金啊 这投金也不能老围 啊 这个一去 太代表政治立场了 这是 这是巴勒斯 巴勒斯坦的典型的投金 嗯 巴勒斯坦的 你看这个 鱼网文 嗯 还是 我呀 咳嗽 咽咽 如果不把这个脖子这围上 老咳嗽 所以在屋里边 就是拿它当一围币 就一围币 并没有政治倾向 不像刚才牺牲的那个 美国空军似的 是吧 嗯 所以就是 我就说 人生啊 有两部分 一是知识 都是书本上的 还一个是见识 见识真正到现场的 一个人既拥有知识 又到了现场 有了见识 就容易纠结 弄不好就疯了 嗯 好在我这辈子 没做过亏心事 晚上躺床上呢 脑子一沾床就睡着了 不像那些 做过坏事的人 晚上睡不着 纠结 怕鬼来找他来 是吧 所以为人不做 亏心事 夜半敲门 心不惊 心不惊 哎呀 说的我精疲力尽 为什么今天特累呢 我前面都说完了一部分了 我这摄像机 我一看 屁玩也没录上 我又重新说一遍 任何事我弄第一遍的时候 就跟初恋的时候 就跟初夜的时候 我就有兴奋 第二遍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没劲了 是吧 你们听着有劲 头一次听 可是我已经第二遍说了 我自己都觉得我没劲 嗯 曹奎论战叫 一骨而作气 再而衰 三而结 我现在已经结了 结了就是精疲 力尽 嗯 什么也挤不出来了 嗯 六十多岁老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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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